这是我今天见到的最新的消息 福岗总领事说有八名船员已确认死亡 那个沉船叫金天号,其实就是中国船 其中有六名中国船员 中国驻日大使孔玄佑和驻日使馆高度重视 就是要求把多次,看这里写的多次要求日本全力搜救 绝不轻言放弃 截至26日中午已授寻到13名船员 五名无生命危险 其中四名为中国船员 八名船员已经确认死亡 其中有六名中国船员 还有九人下落不明 今天我做了一个视频没有给我过 我就想看看我们这边有什么动静吗 结果没有,只是要求日本大使馆救 我做了一个视频也没给过 那这里我这个视频只展示一下这个图 从这个图里给看出来 离着我们这个上海四五百公里 离着日本本土恐怕也有二百公里了 离着韩国本土可能得有二三百公里了 因此开船很快的就可以达到出事试点 那我们当然也要要求别的国家请求吧 不能说要求人家了 赶快救 没有 我们没有我们出去救的消息 当时有一个 这个上午是什么呢 上午是 热搜榜一是那个吴京 说手麻了 说手滑了 什么呢 就大家都热议他做了三百亿 说他手滑了 电影嘛 据说他拍电影的时候 飞机大炮都可以用的 当然船是更可以用的 是吧 我建议给他打电话 是吧 你不要只是那里手滑了 你这里还要救人 还有 还有九名船员下了五名 还在海上 还在条子了 是吧 那么这是上午的热搜榜 这个视频没有给过了 这个视频 那下午的热搜榜一视频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就是APOP 这个是干什么呢 就讲所谓韩国在偷我们的春节 讲这个东西